對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你正常嗎 我真的要問 今天這個主題有正常嗎 現在在缺蛋 那製作單位很用心 大概找了一百家店 才有辦法湊成今天要做的蛋料理 應該是說我們錄影的時候 是缺蛋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今天請到了這麼多朋友 來做蛋的料理 先介紹我這邊的來賓好不好 我們的杜麗 好 好 還有我們的妮可 好 還有我們的柯基塞 謝謝喔 好 我們這邊來 金老婆爺 謝謝喔 好 吳子龍 對 還有說第一次上節目很緊張的 來 妙麗 謝謝啊 我們先看一下 各自準備什麼蛋料理 請舉牌 來 玉琳啊 你想先吃哪一道 我看這樣子好了 沒關係 等一下看了就會知道 先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 你們這道料理 我今天要煮的是 拌奶滴克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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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火要不要小一點 蛋 蛋 這是一種什麼蛋 這是一種水煮蛋 但是你不能把它剪得太熟啊 這個就是其實這個很需要一些技巧 但是我今天很願意教大家 正確的做法好不好 一個很簡單 又會失敗的 那是用來幹嘛的 解宿醉喔 可以... 蛋可以解宿醉 對 可以啊 你現在醉了嗎 我有點醉 我等一下試看看 好 那我先開始做 這是兩顆蛋黃 在這邊 那我們這邊基本上都是一些熱水在煮 但是水不能碰到上面這個碗 割水 他們說這種蛋技術不好的話 是沒得吃的 對... 因為這個很容易放開 就是油跟蛋蛋黃會分開 他們割水加熱就是 讓蛋不要過熟 師傅 你在這邊 你好好工作好不好 你要幹嘛 我要把兩顆蛋放進去 可以嗎 兩顆蛋放 太懶了 簡單的 我教你信了 鹽巴要放一點吧 醋 醋就好 醋就好 你也懂這個蛋喔 水裡面放點醋 那不放鹽巴嗎 鹽巴不用 鹽巴不用 不是這樣子 你要先把它剝開 是 你到底會不會 你這假醋是不是 怎麼會放這個蛋啊 沒有 就這樣讓你緊張一下 來 好厲害 你是不是有做過 好 那蛋黃開始變成 有一點白白的有沒有 對 有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加一點點醋 醋 好 加醋 好 一點點檸檬汁 檸檬汁 好 就好像我們在打沙拉 一點點鹽巴 鹽巴 對 一點點胡椒 胡椒粉 師傅 你這邊要不要看一下 好 師傅 太大 對 太大 等一下整個熟掉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教你放兩顆嗎 你剛剛拿一顆給我而已 超懶是不是 沒有 我們一顆一顆 你這邊要不要剝一下 這是最重要 這個時候 你要慢慢的加這個奶油 不能太快 放一點點 像這樣子 一點點 太快會怎樣 太快那個油 沒辦法的 分裂 變成在一起的 就慢慢來 慢慢來 有沒有 有 不要太急 做一下子 沒關係 讓它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師傅 這邊這個站好了嗎 很色情的樣子 應該算好了吧 補起來的時候 對 這補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撈出來 然後放在餐子上面 讓它吸水 有沒有 差不多了 這個這樣有沒有 這樣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火關掉 對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 可以喔 這個好像真的很不容易 最主要這個 這個Hollanday sauce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這個叫做荷蘭醬 Hollanday sauce 那我今天 你看有沒有 它那是蛋黃 奶油 白醋 跟這個檸檬汁 對 加一點那個 Black pepper Salt 對… 所以這個是調出來的 這個沒得買就對了 應該買不到 有賣現成的 可是不會很好吃 現成的比較沒有那麼好吃 對 那我今天準備了兩篇圖絲 我已經烤過的 有沒有 很漂亮 就塞它上一點點顏色 那我今天準備培根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放 其他的料理 譬如說那個 Salmon Smoke Salmon 或是Turkey 或是火腿都可以 Rolli也很好吃 Rolli也很好吃 剛剛講的是酪梨 Avocado Avocado 然後那個煙燻鮭魚 Smoke Salmon Smoke Salmon 這個真的漂亮 這誰煮的 那是你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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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 很漂亮 有沒有 就今天給它跳個飯 Oh my gosh 剛剛應該很多觀眾在質疑說 為什麼放醋 你們能講一下 你在水裡面嗎 對 就是因為那個蛋白的部分 如果你加一點醋 那個蛋白會變成在一起 如果沒有放在一起 它會稍微融開 有沒有 不錯 那這是我們剛做的那個荷蘭醬 OK 好 這個還是熱熱的 對 那你要多少就領多少 你覺得多少 你看 這樣不會太多 不會 不會 多多 Oh my gosh Yes OK Ex Benedict 就是要這樣有沒有 Ex Benedict 對 那因為我們今天露姐 我們是不是要 讓它像你一樣漂亮 是不是 Yes 這種話你說得出口 Yes 我們都放一點點 綠色在上面 有沒有 讓它變成漂亮一點這樣 那最主要就是 你把這個切開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蛋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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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要吃 必須要通過他的題目 對 好 想要吃 好 你要問的問題是 美國蛋價創下50年新高 一盒蛋價要台幣510塊錢 意外引發哪一種蜂巢 這是最近的事情嗎 最近的事情 對 最近的事情 A 跟蛋龍打工換雞蛋 B 租母雞回家生蛋 好 A還是B 我們先看 A有的答案 很難 我選的是A 因為我覺得現在美國 很流行一種省錢的方式 就像是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因為這樣 他可以 然後賺到錢 在很多的城市裡面 一邊玩 一邊打工 所以當然一定是選 A 這題一定是B 因為我也跟美國朋友 跟我這樣說 他們那邊都可以 租到名牌包包 那你們想 如果小金 從小開始養的話 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租的話 就是很省事又省錢 想吃的人 我們做答 很難 請做答 A還是B 來 請舉牌 都舉A 都舉A喔 他們覺得跟蛋龍合作 打融換雞蛋 我完全不知道 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A B 對 幾乎 我是幾乎 對 全安 沒有人答對喔 因為 因為其實今年也是因為 有禽流感的關係 所以去年美國禽流感爆發 雞蛋通膨 所以也意外衍生 租母雞回家生蛋的熱潮 而且你知道嗎 你可以提供二到四隻 下蛋的母雞 然後租六個月 還附肌色食物 如何養雞的這個材料 這樣子來給 然後呢 根據國家地理頻道統計 去年美國租雞 租雞 租雞業 租雞 租那種下蛋的母雞的這個業績 因此成長了兩倍 OK 那他們都不能吃 那就我們兩個吃 對 重點就是切開的時候 對 所以要特寫就對了 對 來 這個給他一個大特來 OK 可以等一下換 有沒有 原來是這樣 Oh my God 這蛋真的 好嫩喔 那我不好意思啦 那你來 你吃 你吃 對 果果要吃耶 果果要吃喔 果果當然要吃喔 真的好香 那麼好吃 誰弄的蛋 怎麼弄煮那麼好吃 對不對 那個蛋好嫩喔 這樣子煮的蛋 我們可以 好 這一家你們的題目沒有答對喔 那我正好幫你們吃喔 不好意思喔 沒有... 真的喔 對啊 這只有美國人 對啊 很好 這個再來 Oh my God 哇 討厭他 他在走 他在走 好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